上周,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出台,国防预算为1.6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2%,这也是中国军费时隔两年之后,增幅再次突破7%,官方口径对这一增长的描述是合理且克制,但这让长期和中国作对的国家们吓破了胆,也难怪会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了。 可网友们却纷纷表示,低于预期,加的太少,大争之事,就别克制了。 咱们的军费占比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航母比泰国少,人均导弹比朝鲜低,人均舰艇都没法和韩国比,更别提什么人均核弹和美国更是差着十万八千里。 这怎么行,成平日久,五倍松弛,望战必危啊,并纷纷出谋划策,想方设法地为人民军队争取更多的活动经费。 有人说,实在不行把会台的钱给军费,反正将来都会花到台湾身上,殊途同归。 还有人说,国家把国防预算压得这么低,一定是有深层考量,不必苛责,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开通国防彩票,统一国债,平日众筹,灭美募捐,谁赞成,谁反对。 都说有烟无火的男人,智力仅次于爱因斯坦,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抽完烟但发现军费没砸涨的男人,思维活跃度直逼迈克思维。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放到全世界也独此一架。 一个国家的政府,想要提高国民幸福度,所需要采取的方式,排在首位的,居然不是提高民生投入,而是告诉大伙,今年军费又涨了,而且涨得少了还不行,否则会被灵魂拷问,钱不用来造军舰,难道拿来赔款吗? 那我们的军费具体增长如何?我们的军费真的很高吗? 同别的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算高吗?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美国媒体制作的各国军费情况,时间是2022年。 基于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世界军费开支情况,我们就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比中国军费开支更多的只有美国。 三至五名,分别是俄罗斯、印度、阿拉伯。 这里面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美国一家占全球军费开支的40%左右,比二至五名加起来还高,而中国占比例约为13%,也比后面三名加起来更高。 那么我们是否能简单地得出结论,中美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视国防投入的两个国家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概念,军费GDP占比。 打个比方,如果国家的GDP总量是1万亿,军费占比为2%,那么它的总军费就是200亿。 而另一个国家币的GDP是5000亿,但它愿意拿出五个点来搞军事,那么币的军费就要比高。 相应的,币对周边国家的威胁也要高很多。 在这个数据里面,中国被第一梯队远远地甩开了。 2022年,美国的军费GDP占比是3.5%,俄罗斯则是4%,沙特阿拉伯7%,而中国只有1.6%,甚至比印度的2.4%还低。 1.6%是什么概念呢? 在全球军费开支最高的40个国家里,这个数据排在第23位,而北约成员国的平均水平是2%。 顺带一提,排行老大的是乌克兰,其军费GDP占比高达34%,是唯一一个达到两位数的。 由此可见,中国的军费开支实际上是相当保守的。 然而奇怪的是,每次中国公布新的国防预算都会引起一群友邦惊诧。 比如,今年中国公布1.6万亿国防预算的当天,日本官方长官林方正就第一时间在记者会上表示严正关切。 这位长得非常缺乏人文关怀的前外务大臣甚至声称,中国在欠缺透明度的情况下,大范围且急速让军事力量增强,是对日本有史以来的最大战略挑战。 然而林方正没说的是,2024年,日本的防卫预算比去年提升了16.5%,是中国国防预算增幅的两倍多。 而此前的2023年,日本防卫预算增幅更是高达26.3%,究竟是谁在急速扩大预算答案显而易见。 除了日本以外,美国国防部也是炒作该一题的常客,几乎每年美国军事专家都会重新评估中国的国防开支费用。 因为,他们压根不相信中国国防部给出的数据,而且美国人有一套自己的换算方法,通常能得出一个高的离谱的数字。 比如,2022年,中国政府公布的国防预算为1.45万亿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就是2300亿美元。 而美国专家计算后认为,中国实际国防开支应该在3000亿美元之上。 再加上双方在武器生产和人员工资方面的成本差距,中国的实际国防开支应当相当于美国的5800亿左右。 具体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我们后面再聊。 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美国军事专家刻意夸大中国国防预算的目的,除了向国会兜售中国威胁论,从而获得更多军费以外。 还有向印度等国家贩卖焦虑,增加中国周边威胁的战略目的。 自2008年以来,印度的军费开支每年增长都在10%以上,其中2009至2010财年增长幅度为34%为近年来最高。 而2023至24财年的涨幅为13%也接近中国的两倍了。 所以横向比较的话,中国的国防预算无论是在GDP中占比,还是年涨幅都低于领先国家,甚至也低于亚洲地区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日本和印度。 那么,这又是否意味着中国应当加紧打钱,快速追赶这些国家呢? 答案同样也是否定的。 因为中国使用军费的方式和印度、日本之类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 在国外最大的问答网站上,有这么一个话题,你如何看待中国的军费开支? 其中最高赞的回答来自一位印度老哥。 他首先给出了结论非常高,超乎所有人想象的高。 虽然表面上看,中国的军费只有2200亿美元,但实际上,这笔钱所发挥的作用远超这个数字。 他将美国与中国进行比较,并指出中国的军工生产成本大约是美国的四分之一。 这得益于中国成熟且规模庞大的工业体系,全球军工企业43%的钢铁,47%的D和27%的中级芯片都来自于中国。 因此同样生产一发导弹,美国的成本是41.5万美元,而中国只需要5万美元,还不到前者的八分之一,在炮弹方面也是一样。 美国每生产100发炮弹,成本大概是52,000美元,而中国是16,700美元。 另外,在人员花费上面,算上培训医疗保健、工资、伤残退伍基金等综合开销。 一个美国大兵每年大约需要花15万7千美元,而中国解放军只需要3万2千美元。 所以,综合下来这个岛主认为,中国军队2200亿美元军费的购买力,其实相当于美国的5500亿至6200亿。 尽管美国在尖端军事科技上相对中国有一些优势,但也必须考虑到美国的8800亿花在全球数百个军事基地上,而中国基本全部花在本国境内,所以中美双方在军事上的投入其实难分高下。 实际上,除了这个打主提出的成本优势以外,中国的国防开支和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本身既是军事强国又是工业大国。 因此,大部分的装备开支,实际上最后都转化成了本国制造业的利润,这种类循环使其他国家非常羡慕。 以印度为例,2022年印度的军购预算为180亿美元,其中有120多亿美元都被用来采购法国阵风战斗机。 俄罗斯S-400远程防空系统和美制阿巴奇武装直升机,这些进口武器不仅花费了印度政府巨量外汇,还给印度军内部造成了极高的使用成本。 不同制式的武器装备操作规程不一,因此,无论战士们怎么协调,很多部队无法在战场上形成一体化作战体系。 莫迪上台后,一直在推动军事装备供应体系国产化,但截止2022年,印度军队的装备自给率依然不到30%,与中国的92%相比仍有巨大进步空间。 当然,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印度人的自信,同样是在外国,在美版知乎上就有一名印度网友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印度能否在一场全面战争中击败中国? 在2017年动朗事件,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发生时,这类问题似乎更为集中。 吊诡的是,普通印度人讨论也就算了,还有印度军事专家下场。 比如2017年中印在动朗地区发生对峙事件时,印度前空军军官萨米西·乔西在网上回答了中印开战谁更有优势这个问题。 他说,中国的确很强,但印度空军似乎更有优势。 这样的回答让印度人集体高潮,他们说,萨米西·乔西引经据典,既摆事实还讲道理,这样的论据将领中国军队汗颜。 我们来看看萨米西的论据。 他说,一旦中印开战,中国布置在西藏的空军战机会呈现出劣势。 西藏的条件极端,一是网络不发达,二是战机负载率低,印度空军在这些方面占据绝对优势。 为表示公道,萨米西还补充一句,当然,中国有现代化远中程导弹相对弥补空军方面的劣势。 由此可见,印度的迷之自信啊。 有的时候,真不怕敌人聪明,只怕敌人太过愚蠢,打架都打不明白。 最后我们再回到军费这个话题上。 在俄乌冲突世界局势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与此同时,美西方继续推进其印太战略,各国之间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竞相扩充军备,增强军事实力,是一种预防式的军事对抗。 波兰和德国正就打造欧洲最强地面部队仪式展开角逐,身为欧洲传统大国的法国也不甘落后,计划将新一年的国防支出大幅增加。 据参考消息报道,为呼应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的战争经济,法国2023年国防预算将增至约440亿欧元,以推动军队的装备更新和战力升级。 而印度也宣布2023至2024财年国防预算为730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长13%,无论绝对数额还是增长幅度都备受各国注目。 总之,还是希望各国都能保持足够的理性,不要一个不小心就刺刀剑红,否则极有可能将更多的国家卷进去,乃至升级为无法挽回的世界大战。